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由中华队在一局下半的进攻 中华队的第一棒江泰拳在一开始的时候 击出一个内野的滚地球被封杀在一垒前 现在是中华队第二棒宋荣泰的打击 目前是一坏球 两好球 一人出局 今天韩国队 派出的投手是韩西敏 这个球是一个好球 宋荣泰是今天中华队第一个被三阵出局的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从无波的镜头 这球宋荣泰一棒挥空 很不幸地遭到了三阵出局 今天韩国队派出他们的投手韩西敏 韩西敏在今年年初的亚洲杯的时候 在澳洲举行的亚洲杯的时候 曾经在出赛的两场比赛里面 都曾经跟中华队有交手过 在第一次比赛的时候 就是在亚洲杯第一场跟中华队作战的时候 韩西敏还曾经投了五局 但是被中华队打出相当多的安打 而立刻换下来 在第二次比赛的时候 曾经在第13局的时候换上场 这球挤出了一个是界外球 现在是第三棒的吕明次的打击 吕明次连续有了两个好球 所以韩西敏这位投手 他是三场投一个低尖的侧头 也就是潜水挺式的头发 他的球数相当的快 跟我们的林坤伟的投球的方式非常的接近 但是他的球数比较快 而且变化比较多 他是韩国队的一名老将 对于赴中华队有相当多的经验 不过中华队也对他有交手过 相当多次经验 对他的球路也相当的熟悉 所以今天中华队应该不难打到他的球路才是 目前是一个好球 两个坏球已经两人出局 今天韩国队在上半场的攻势相当的锐利 一开始第一棒就由崔桂荣 寄出一个二类安打 接下来又靠一个牺牲打 把他送上的三类 第三棒的韩国队的江启熊 也非常及时地挤出一个左外野方向的一个平非安打 使得崔桂荣奔回本磊 为韩国队在第一局的上半得到了宝贵的一分 不过接下来中华队在韩国队第四棒李光根的打击的时候 表演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双杀 把打到一类的江启熊和李光根同时封杀出局 而结束了第一局上半的比赛 现在进行是第一局下半 韩国队暂时与第一局雷明推先中华队 非常不幸的李明斯这一棒也挥空了 所以造成一个第二个三阵出局 中华队结束了第一局下半的攻势 韩熊敏投出第一球就正不一挥 击出了在三垒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但造成了三垒手的一个失误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同波尽头 他正好一棒击中这个球 使得球速非常的快 使得三垒手没有办法能够接到这个球 而球跑到左外野 是记录上是中华队的一支安打 一开始吴福连就击出非常漂亮的安打 使中华队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之下 有了反攻的机会 现在轮到是第五棒郑百胜的打击 由于李居民中华队的强打李居民 他因为脚伤没有办法上场 对中华队来说 打击上面有相当多的损失 因为李居民平常是位强打者 在这次前三天的比赛里面 他分别挤出过三支的安打 其中有一支是二类安打 有一支是三类安打 现在韩锡敏一直在牵制中华队 站在一类的吴福连 因为他们刚才在一开始第一局 很幸运的能够得到一分 他们不希望能够让中华队得分 中华队想采用短打的策略 但是并没有去突击 但是这球是一个好球 纵百胜得到了一个好球 还没有坏球 中华队目前在第二局下半 没有人出局 已经有吴福连靠着一支 左外野方向的滚地安打 散到了一类 又牵制一类 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韩国队派出韩锡敏这位投手 在原先中华队认为他们可能会用金启范 或是金鸡勋这几名投手 因为这金启范和金鸡勋在上个月 在加州的美国加州的一个美国公开赛里面 他们曾经用这两位投手来对付中华队 中华队在那场比赛里面 在最后的一局才得到一分 以3比2 胜了韩国队 这球准备到来 这球都不太妙 这球已经被他们先试破了 所以一开始投一个大坏球 而吴福连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是直接已经往二类的方向跑过去 结果他们很快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重播的镜头 一开始他这球根本没他们想用打跑的战略 但是被韩国队的投手给试破 立刻不守站出了打击区外 不让打击者能够触到这个球 而很顺利的在二类前 把奔向二类的吴福连给刺杀出局 现在一好球一坏球 这球又是一个很大的坏球 中华队非常可惜 中华队刚才这个打跑的战略被试破 非常可惜中华队和韩国队 都是相当有交手和相当多次的基点 这球是一个好球 它挥放落空 所以互相对对方的战术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你不是能够出骑兵的话 很难能够不被对方看穿 所以对付韩国队 中华队应该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韩国队他们是非常富有心机的 这球挤出一个 左外野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球飞得很高 这球竟然落地了 又是一个二类安打 所以刚才非常可惜 刚才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吴复联能够安安稳稳地站在那一类的话 这球现在木槽有一个二三类会有人了 那球提出来一个左外野方向 他们的左外野手在这边看了半天 这个球他都以为是全类打了 没想到这个球突然就掉在他的旁边 这边目前的时间是在傍晚的5点15分左右 虽然天是有点相当的多的乌云 所以他可能刚才没有看清楚这个球 所以球落下的时候 他没有能够把他这个球给接住 但是很幸运地给中华队在给予一支安打 中华队由赠百胜 挤出这支二类的安打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墙特别高 有20英尺 就是因为这边特别容易挤出全类打 所以他把墙特别加高 平常的球场是不会这样的 平常的球场的墙的高度 大概也不过在10英尺左右而已 现在打击的是中华队第六棒的叶志仙 二类手的叶志仙 叶志仙在前三场比赛里面 在尼加拉瓜和美国那场两场比赛 他都没有出场 就在对古巴队的时候 他在后来出场 这一球竟然是个大坏球 他竟然还挥棒 造成了两好球没有坏球 他在对古巴队的时候 两次的打数值里面 挤出了一支的安打 而那一支就是一支二类安打 所以他目前的平均打击率有五成左右 目前两好球没有坏球 这球又是一个大坏球 他这个低肩侧头的方式 潜水挺式的头发 常常的变化球的这个幅度相当的大 不过中华队目前所有的选手 都对韩西明的球路应该有相当的了解 但是韩西明他还是会非常聪明 非常灵活的配球 这球击出了一个游击方向的球 他往三壘传 他在三壘前把门向三壘的郑百胜给刺杀出局 中华队这一局的攻势相当的可惜 有这么多很好的机会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重播的进球 在游击手接到这球以后 他选择了在内野选择 把球传向三壘 在三壘前把郑百胜给刺杀出局 不过打击的业之先 则安全到达的一壘 韩国队这个内野的选择 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训练有素 表现得非常的漂亮 使得在第二局下半的比赛里面 中华队到目前已经两出局了 现在轮到了捕手第七棒 曾志争的打击 曾志争的背好 22号 曾志争 他在国内是台电的选手 他的身高有174公分 体重74公斤 是体型相当好的一位选手 如果观众记得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的体型就相当的魁梧 是一位拳雷打性的选手 在这次比赛里面 曾志争 他也集出了一支拳雷打 在中华队第一场比赛 对尼加拉瓜的时候 他就集出了一支拳雷打 而是曾志争 他有集出拳雷打的一个势力 这一球投出 这一球相当的低 但是是一个好球 由内角敬雷 目前两人出局之下 已经一好球 没有怪球 还是曾志争的打击 曾志争在这一次比赛里面 前三场里面 他集出了一支的拳雷打 在十次的打击里面 他一共集出了两支的安打 所以他的打击率 目前只有两成左右 不过他的打击 只要给他集中球的话 他都能够打到相当的远 因为在这两支安打 其中一支是拳雷打 还有一支是二类安打 这球又是一个 二类前的一个反弹球 二类手轻松的 把这个球传到一类 很轻松的把真志争 给封杀在一类之前 非常可惜 集出了两支安打 一支一类安打 和一支二类安打 但是都没有能够得分 现在要轮到第八棒 洪正清 洪华队三类手洪正清的打击 洪正清 在目前的这一次比赛前 三场的打击 平均打击率只有一成 但是他在国内 手打击率也不错 他刚才把棒子放短一下 准备用短打的样子 但是他这球并没有挥棒 但是这一球还是一个好球 而且一好球没有人出去 我们可以在现场听到 我们中华队拉拉队的 为中华队加油的吼声 今天在Edmonton这里的地方 大概有将近五十万左右的人口 其中有将近两万人左右的华侨 今天有好几百位华侨 都到现场来为中华队助威加油 希望中华队能够打赢韩国队这场比赛 这一球投出一个挥棒若空 球数变成两好球没有坏球 洪正清只有在对美国队比赛的时候 他在四次的打数里面 他一共挤出了意志的安打 他在前三场里面 这球就是投手前投手没有接到 这球二类手不为来接 这球还是在一类前 把洪正清给封杀出局 中华队一人出局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重播进球 这球他并没有完全的打中球 只是一个反弹球 所以这球力道比不强 投手跑过去接没有接到 二类手赶快不为过来接到这一球 很快地传给一类在一类前把洪正清给封杀出局 造成了中华队先碰前是一人出局 现在轮到第九棒李志俊的打击 李志俊在前三场比赛里面 前两场中都没有出局 只有在对古巴的一场 在后来李居民受伤以后 他来替代李居民 所以他只有一次的打数 但是那一次他就击出了一支安打 所以现在是他这次比赛里面第二次的出场打击 这球是天内侧的坏球 以前他一下连续得到了两个坏球 李志俊他在国内他是合酷队的选手 他喜欢各种的运动 还有音乐还有这个看电影 他平常他的跑步非常的快 所以他跑了一个速度很快 这一球是好球 在两块球之后 韩西敏投出了一球好球 刚才记者说过 今天这次韩国队这个球队跟中华队 基本上跟在亚洲杯的时候的球员 就相当的接近就差不多 这球寄出一个中间方向的高飞球 但是中间手退后 把他接杀出局 非常不幸李志俊 被中间手给接杀出局 我们等会看看这个半动作重播的尽头 这球几个正着 但是球飞得相当的高 飞往中外野的方向 中外野很轻松的退后 把这球给接杀出局 目前造成了中华队两人出局 又开始轮到中华队的强打 中华队第一棒江泰拳的打击 江泰拳这一次比赛里面 他的近况相当的好 被教练排在第一棒 他在前三场的打击里面 他的打击率平均打击率有四成一期 他曾经有一支权力打的记录 这球是外侧的坏球 他在十二次的打数里面 有五支的安打 其中还有三次被保送的记录 所以他的选球相当的谨慎 这球其实一个左外野方向飞得很高 看起来大概是一个拳雷打 果然不错 这球飞过了333尺 而且在333尺上还有一个20尺的强 他飞过了这个高度 击出了今天中华队第一支的拳雷打 刚才才说过江泰拳在这次比赛第一场 对尼加拉瓜队的时候 就曾经击出过一支走外野方向的拳雷打 今天他又再为中华队击出的第一支拳雷打 使得中华和韩国队的比数目前是一比一 双方战成了平手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重播的镜头 谭西民考虑了一下 这球投出来 这球正好是一个正中方向的一球 给江泰拳一眼看清楚 正臂一挥 用力的一挥就挥到了左外野方向 超过了333尺 20公尺高的一个墙外 造成了中华队一次圈内打 目前双方比数一比一 赞成了平手 难道江泰拳就会这位选手非常优秀 目前的情况很好 现在是宋荣泰第二棒 宋荣泰的打击 宋荣泰是一位左打者 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宋荣泰一直被排在第二棒 他是选球相当的紧身 目前有三成左右的打击 他曾经在对尼加拉瓜那场比赛的时候 提出了一支三蕾安打 今天在全场的所有拉拉队都非常的兴奋 中华队表现相当的杰出 虽然中华队昨天输给了古华队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华队还是有相当的实力 只是没有放出全力来拼斗而已 这球是一个好球 两坏球之后投出了一个好球 中华队目前也是两人出局的情况 韩西敏在被中华队击出一支全力打以后 心情相当的沉重 每一球都经过相当的谨慎才投出 事实上江泰拳对韩西敏的球路 绝对是相当的熟悉的 不过韩西敏这位投手头脑相当的冷静 每一次韩国队都想把他拿来对付中华队 对球又是一个好球 在一好三坏球之后 他又投出一个好球 但是宋荣泰他认为对球是坏球 他本来帮丢就准备往一垒跑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裁判大叫一声 是一球好球 目前球数已满 两好球三坏球 中华队两出局 看韩西敏如何来投出这一球 这一球关键性的一球 韩西敏投出 这球击出 这球是一个漂亮的 右外野方向的滚地安打 在江泰拳击出全来一打之后 中华队的打击 马上立刻全部恢复了信心 我们看这个半动作重播的镜头 这一球跟刚才击出全来打的 球路差不多 也在非常好的一个高度 出在腰前面 所以给宋荣泰 正逼一辉 击出了右外野方向的一个滚地安打 这是中华队今天击出的 第四支安打 目前双方还是一比一 赞成平手 中华队在两出局之后 又有得分的机会了 现在接下来是中华队的强打 吕明次 吕明次 个人在这次比赛有两支全打击路 地球差点是一个抱头 捕手接得很快 没有让这球跑出他的手套 吕明次 在这前三场的打击里面 他的打击率虽然不是很高 只有两成三一 但是他个人击出过两支的全来打 吕明次 在对美国队之战 他个人就在五次的打数中 就击出两支全来打 换句话说 他在对美国队比赛的时候 他击出的两支安打 都是全来打 但是他在对古巴队的比赛里面 他的五次的打数之中 都没有任何的安打 所以使得他整个的平均打击率 只有两成三一 今天他在前一次的打击里面 也集了个滚地球 今天是两坏球 没有好球 宋荣泰站在一垒 中华队虽然两出局 但是还有相当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只要吕明次 能够集出安打 下面又是轮到吴富联 第四棒第五棒 都是中华队的强棒 这次集出一球中间方向的高飞球 中间一球 接到的球又露出来了 是一支安打 中华队要往分类方向跑 中华队再得一分 中华队太漂亮了 宋荣泰从一垒直接跑了三垒 他跑了 跑到三垒 我们看看这个慢动作 重播的镜头 吕明次 震臂一挥 急个正着 球往中间的方向 飞得又高又远 中间方向的全雷打线 有405 因此我们看这球 他们的中间手往后退 但是还是来不及 球碰到了他的手套 又跑出去了 他们在往前传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宋荣泰很快的从一垒 直接跑跑回了本垒 不过刚才看到 宋荣泰的脚似乎有一点点的扭上 不晓得严不严重 希望不知太严重才好 目前在休息区呢 还没有看到宋荣泰 显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中华队的强大 吕居明昨天也就是在冲向奔雷的时候 膝盖受了伤 这是对中华队相当的可惜 因为最重要的比赛 是在决赛 而在预赛里面 只要能够打进决赛 其他的成绩 都是不再列入计算的 目前又轮到中华队的第四方的强大 吴富联 背号五号的吴富联的打击 吴富联在第一次打击的时候 就急出了一个 左外野方向的滚地安打 目前中华队以2比1领先韩国队 这球就是一个偏外侧的坏球 中华队在第三局下半的进攻 实在太精彩了 我们看中华队的教练林家祥 随时在跟中华队做各种的暗示 来指挥中华队的进攻 中华队在第三局两出局的情况之后 眼看的第三局攻势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却没想到由江泰拳的一个拳内打 给中华队再燃起了希望 接着宋龙泰和吕明次连续两支安打 使中华队再推一分 使中华队目前以2比1到领先韩国队一分 目前是吴富联的打击 在一好球一坏球两人出局 现在中华队的吕明次还占上二类 只要吴富联能够再集出一支安打 中华队还可以再继续的得分 这球挥放落空 现在两好球一坏球 吴富联第一次打击就集出过一支左外野方向的安打 显示出他对韩西敏的球路有相当的了解 我们看看他这第二次的打击 能不能够再及时地打出一支安打 为中华队再添一分 这一球挤出了去个中间方向 落点的位置相当好 可能他怎么接到 中间手扑下去 这球还盼盼是接到了 这球中间手表现得相当的好 崔桂荣 韩国队的中间手崔桂荣 这球硬是飞升扑过去 把这一球给接到 各位观众现在开始进行第四局 下半中华队开始进攻 一开始中华队轮到郑百胜的打击 刚才投手投了一个坏球 第二球郑百胜 集出一个三垒后面的一个高飞界外球 目前的球数是一好球一坏球 还没有人出局 郑百胜的打击 郑百胜在前一次打击里面 就集出了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 一个平飞二垒安打 现在是他第二次的打击 这球又是集出一个界外高飞球 另外这次记者在转播这项比赛之前 曾经到了美国在纽约 阿布尼这边转播一个轻棒赛 一个第四届的世界轻棒赛 中华队刚刚在阿布尼那边 在第三名和第四名的决赛之中 中华队已经击败了委内瑞拉队 得到了世界轻棒赛的第三名 这球就是一个偏低的坏球 中华轻棒队那场比赛也刚刚比完 所以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很快地传回国内 让国内关心这个世界轻棒赛比赛的球迷们 都能够立刻了解中华轻棒队 目前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得到了第三名 目前投手已经投出了两好三块球满球速 在郑百胜小心的选球之下 已经满球速 看这球是让郑百胜急出安打 还是把他保送到一类 第四局下半的比赛还没有人出局 这球急出了一个 就是一个同样落点 左外野方向的一个平飞安打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每个打击者 已经对韩西敏的球路越来越适应 都很轻松地能够急出他的球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重播的镜头 这球急出又正闭一挥 就往左外野的方向飞 又是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 郑百胜在第四局下半局一开始的比赛 就急出了一支伊磊安打 接下来又轮到叶志仙的打击 我们看看韩国队可能准备要换投手了